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科技执法逐渐成为常态了 高雄市警局在75处重要路口 设置月线雷射装置 箭头就设在用路人的头顶上 只要汽机车一月线 就会立刻拍照开罚900元 但就因为它雷射感应无声无息 许多用路人士收到罚单 才知道大事不妙 对此警方呼吁民众不要心存侥幸 乖乖遵守交通规则 不要跟自己荷包过不去 监视荧幕上高雄各大路口 统统无所遁形 雷射感应全方位监控 就是要抓闯红灯和违规月线 那个雷射的感应 你有收过赖群组吗 有有有 是真的还是假的 高雄好像蛮多条的 七十几条路 我认为人们要锁法 你不要超越白线都没事 违规取地科技日新月异 民众反应两极化 因为以往高雄采用感应视线圈 取地违规月线闯红灯 但现在改成雷射装置 以雷达感应全面数位化 没有底片限制问题 高雄七十五处路口 今年一到三月间 就开出六千八百张罚单 随着科技进步 一百零四年以后 各县市政府警察局 都改裁雷射式的感应 取地闯红灯的车照设备 取地的键数跟去年同期 比较是减少的 尽管交通大队强调比起往年 违规见数减少 但月线一次罚九百 机车闯红灯一次一千八 汽车两千七 尤其雷射去地月线 镜头架设在头顶上方 拍起照来无声无息 呼吁用路人可别心存侥幸 遵守交通规则 别跟荷包过不去 记者柯成浩高雄报道